好,那我们接下来 我们有了今年的YTD 也有什么去年同期的YTD 那我们因为要比较 既然要比较是谁减谁 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了 当然我们今天来去思考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 我不晓得对于同学来说 你们在思考上面会不会产生 因为很多事情有时候是想当然了 但未必对大家都是这样子理解 通常我们要去做比较的时候 比较 那我们用的方法无非就是什么 相减或者是相除 没有人在用相加或相成来做比较的 好,那相减是最容易理解的 那通常我们要去看 例如说YTD 这是今年的YTD 然后还有去年的YTD 就是今年截至到现在 在今天的YTD YTD 还有一个是什么 去年 因为我们通常没有人去跟两年前比较 但未必 例如说 举例来说好了 假设你这个期间是两年起 例如说好了 乳癌的筛检 反正就是这两年 你去做一次 这是有期间限定的 那你可能就变成是什么 还要再减一年 对不对 就是说你要把那个年 还要再增加一年就对了 好,你不是要去 Less year了 对不对 好,那是不是就是 Less year 去年的前一年之类的 这样子的意思 好,所以相对的 我们现在来去做比较 那应该是YTD减去LYYTD 问题是 很多人可能不能够理解这件事 他会想说 为什么不是去年减今年 好,所以这边应该是 YTD减去LYYTD 为什么是这样子来去直观的来去思考 您看一下 通常我们比较的基准 比较基准 我们希望预期看到就是今年要比去年好 没有人会说 去年要比今年好 那不是越来越不好吗 我们一定是看越来越好 所以一定是把今年当作是 前面的一个减数 应该说是 这个是减数还是被减数 被减数吧 这应该叫被减数 以今年当作是基准 好,来去思考 好了,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这个值我们本来就有了 这个值我们本来也都有了 所以直接两个数值相乘 这就是一个什么 销售比较的一个比较值 好,那怎么算这件事情呢 我们已经有了这个YTD 也有去年同期YTD 好,所以那这样是不是就蛮简单来去计算 好,我们就先把这边关掉了 先把这边 我们再增加一个量值 新增量值 好,那我还是要辰调讲一下 之前教我们TAB绝对是有云 我们先把那个名称定一好 我都是加一个锦字号 锦字号代表说是阿拉伯数字 百分比代表那个person 好,所以先加一个锦字号 然后应该这个 他没有在销售上面 所以会错 对不起,又跑掉了 好了,要不要移到这个地方 新增量值 锦字号,然后应该说 这个叫做比较 YTD 的比较 好,那问题是 就是那个量值什么的比较 可能各位要写出来 例如说销售额 总销售额 比较 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一个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直接打一个符号 好,那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 我后来发现一件事 因为随着记忆体的一个使用 这个很重要 这个记忆体 反正等一下我开记忆体给你们看 你会发现你的记忆体 其实用 就是爆量的在使用 抛BI没办法 这点可能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那它现在没有出来 往前删掉一个 好,这个小技巧也是后来我发现的 好,现用在什么 就是记忆体 各位,我们电脑差不多都是4G 对不对 我建议各位,如果你记忆体比较不够的话 什么叫不够? 就是当你已经用了1G多2G多的时候 好,这个时候呢 建议你用我这一招 刚是不是没有出来 我打这个中刮 它没有出来吗 我刻意打一个空白 因为我也不知道 我要取用这边这个值嘛 对不对 它出不来 我是不是要自己打字 不要自己打 按一个空白 然后再往前删 好 我这个小Paybook交给各位 而且很管用 这样你是不是就只在选择了 你把你的大脑 等一下你要多留去玩一些别的东西 不要去用在打字上面 选 现在我要选什么 因为我刻意把那个紧字号跟百分比 放在最前面的目的 就是方便我去做选择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应该选YTD 可以把键 减去中刮 你看是不是又没有出现了 按一个空白 当然没有 因为这里面没有空白开始了 所以是不是要往前删一格 是不是要跑出来了 喜不喜欢这个小技巧 好 我超喜欢的 好 接下来 减去去年同期 Type键 就做完了 Painter 然后接下来 我要请你们算的是这个值 这个值 就是这边 我再加进去 这个 等于说是YTD的比较 好 很抱歉 这边因为宽度不够宽 我用的解析度是1280乘720 所以我的字相对都比较大一点 好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再去点这个 那因为他没有这个值 所以当这个值减0 还是这个值 可是重点 我要请你往下去看 真正我要看这一栏 一定要从2009年开始看 好 重点是看这个 这意思是什么 这意思就是说 我在年初的时候 年初的时候 以累积来去观看 他都是小于0的 但是到了什么 1月10号的时候 他变成 1月9号的时候 他变成正的成长 不对 因为1月9号这边 去年同期没有销售 所以他变成正的 然后这边是会看到 这个数值减这个数值 得到是这个 是正的数值 好 所以从原则上 从1月10号开始 才变成正的 由负转到正 可以知道 我来去算这个YTD 好 请你们先动词来 去做一下这件事 谢谢